欢迎来到我们的澳洲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了一系列精彩分成的新闻概述 从全球化的挑战到国际政治的细微动向 再到体育赛事的热烈竞争 无故展现了当今世界的多元与变化 首先我们看到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 如何在军事、金融和旅如何旅游业等领域寻求创新策略 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澳大利亚考虑建立太平洋营 以解决国防军人员短趋问题 利拓集团股票折扣带来投资机会 而日本则见证了旅游业的繁荣与挑战 接着我们转向国际政治舞台 踏到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努力 以及加拿大对以色列空袭加萨地区的批评 中国通过提供警车和摩托车给汤家 试图在太平洋岛国论坛会议上建立影响力 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则要求 对加萨地区的空袭进行独立调查 最后我们来到体育赛事的精彩世界 从利物浦在英超联赛中的关键比赛 到环法自行车赛冠军 Jonas-Fingador在赛事中的不幸坠车 每一项赛事都充满了激情和不确定性 都充满了激情和不确定性 这些新闻不仅展示了全球画家 国家间的互动和挑战 也反映了人类文化政治和体育精神的丰富多样性 这就是今天的澳洲简报 希望这些新闻概述能够让您对当今世界的各种动向 有更深入的了解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起探索这个多彩多姿的世界 在面对全球化的潮流中 各国都在寻求新的策略来强化自己的竞争力 从军事到金融再到旅游业 每个领域都有其独特的挑战和机遇 澳大利亚英国和日本正是这样的例子 他们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来应对这些挑战 《悉尼城风报》提到 澳大利亚国防部正面临招募危机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有报告建议澳大利亚应该考虑建立一个太平洋营 将由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军队轮流组成 以增强区域联系并解决军队人员短缺的问题 此外政府还被敦促允许直接招募太平洋党民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军 这将颠覆长期以来只有澳大利亚公民才能加入军队的原则 澳大利亚国防军以设定目标到2040年将员工人数增加30% 但2023年人员数量却减少了1200人 彭博社则从金融角度出发 关注了矿业巨头利拓集团的情况 利拓集团的英国上市股票与其澳大利亚上市股票相抵 存在显著的折扣 这使得巴克莱分析师认为这是一个机遇 因为这种差价有可能会缩小 目前伦敦上市的股票比澳大利亚的股票便宜超过15美元 当差价处于极端时 来入伦敦股票并做空悉尼股票 历史上曾产生正面回报 随着中国经济的改善 利拓集团回购其伦敦股票 或更广泛的欧洲市场反弹 可能成为缩小这一差距的催化剂 与此同时日金亚洲报道了日本旅游业的新动态 由于日元疲软 吸引了大量外国游客 导致日本的酒店房价大幅上涨 二月份的平均每月房价较上年同期上涨了25 达到18915日元 约6000016美元 房价连续26个月超过前一年的数字 二月份的平均酒店价格比2019年同月高出35.3% 二月份的平均酒店入住率达到75% 较上年同期上升了2.9个百分点 酒店业正接近扩大房间供应量的极限 而且劳动力短缺 在城市中心以外的社区尤为严重 这三个案例展示了在全球化浪潮下 各国如何通过不同的策略来应对挑战 无论是通过创新的招募策略 利用金融市场的差异 还是调整旅游业的定价策略 每个国家都在努力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解决方案 近期中国的动向在国际舞台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据ETFBC 中国公安部派遣了一个代表团前往汤家 以讨论如何帮助该国警察部门主持 即将于8月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TIF领导人会议 中国还提出捐赠警车和摩托车给汤家 以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这一行动被视为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影响力的又一例子 尽管澳大利亚和美国对此提出了批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已经在所罗门群岛设立了中国警察联络队 并且在基里巴斯又穿制服的中国警官与当地警方合作 尽管澳大利亚警告太平洋国家 中国可能利用其存在来塑造对自己有利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但一些地区的警察局长对中国的支持表示欢迎 而汤家总理则驳斥斥了对中国介入的担忧 暗示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没有理由感到担忧 在体育领域英超联赛的一场比赛也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巨押忧艾西 秘务普将在安菲尔德球场对阵谢菲尔德联队 红军需要一场胜利以重新登顶击风吧 尤其是在阿森纳在周三战胜卢顿之后 同时曼城对阿斯顿维拉的胜利也缩小了前三名球队之间的差距 利务普必须对谢菲尔德联队取得积极的结果 以保持他们在冠军争夺战中的地位 在国际政治方面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对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坦亚胡 为加沙地区对援助工作者的空袭进行辩护表示批评 根据《环球邮报》的报道 特鲁多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错误地认为这种攻击是战争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是错误的 他要求对这起事件进行全面独立的调查 该事件导致加拿大退伍军人雅各布 弗利金格和其他三人死亡 世界中央厨房World Central Kitchen声称Kitching声称通 当时该车队被明确标记 并与以色列军队保持沟通 这些报道展示了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尝试 体育赛事中的激烈竞争 以及国际政治中的紧张关系 每一个事件都是当今世界复杂多变局势的一部分 反映了国际关系 体育精神和人道主义原则之间的交织 在最近的国际新闻中 一系列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从悲剧到期待 从运动赛事的意外到文化生活的丰富多产 首先 The Independent报道了一起令人心痛的事件 世界中央厨房World Central Kitchen WCK 一家人道主义食品磁战机构呼吁对以色列在加萨的空袭进行独立调查 这次空袭杀害了该机构的七名救援工作者 WCK要求澳大利亚 加拿大 美国 英国和波兰政府加入第三方调查 以确定无人机轰炸是否故意或违反国际法 这起事件增加了对美国总统乔拜登的压力 要求他处理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的问题 在文化领域 The Globe and Mail 为我们带来了2024年春季新书预览 从回忆录到历史小说再到非小说探索 这个季节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期待已久的标题包括 Keith Maratha的《Darker Shade of Blue》 A Police Officers and Memoirs Seekam Jay Lead Dispersals on Plant's Borders An Belonging 以及Ferdiel Benin的《Glorious Expoidsley》 其他值得注意的书籍 还有Peter Pomerantz of the How to Win an Information War The Propagandist to Outwitted Hitler 嗯?去!发商聚的 underwear Exactly! An Identity An Belonging 以及 Robin Reims of the Ancient are the Thinking for Yourself The Tower of Rhetoric in Polarized Times 在体育界 Associated Press 报道了一起让人揪心的赛事事故 两届未免的缓法自行车赛冠军 Jonas赛冠军 Jonas Vingador 在巴斯克国家缓赛中遭遇严重坠车 不得不乘坐救护车送往医院 另一位车手J-Fan也被送往医院 赛事组织者尚未公布他们的状况 Premis Roge of Kermak Evanderpoel 和Quintak Evanderpoel 和Quintan Irwinz也卷入了这起事故 赛事直到终点被中立化 六位领先车手的时间不计入总成绩 这些事件无论是悲剧还是期待 都深刻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寻求正义和真相到文学和文化的探索 再到体育赛事中的不测风云 每一个故事都是这个世界不断变望的一部分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融 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 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sipk8wif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